我是你的营养师 今天是因为朋友的要求 所以我特别来讲这个关于调理反应的题目 你们有没有试过吃一些营养辅助品的时候 很多时候很多会怕一些不好的症状 你觉得很不舒服 比如说你吃的这个营养辅助品 然后你不然肩皮肤会发痒 或是你头很运 头痛 甚至有些人是眼睛肿起来 越来越严重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今天特别对大家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身体在摄取了营养之后 会有这么不一样的身体状况 所以大家希望可以互动一下 今天如果你经历过任何的关于身体的改变 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疑虑的话 我们可以在上面一起互动交流 我现在是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可能你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你有试过不同的营养辅助品 然后你很疑虑 你是不是需要继续这个营养辅助品 我们就来让你今天了解一下 为什么会发生在你身上 有这样不一样的情况 那什么是调理反应 我们要知道人体 它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环境 我跟大家说一个比喻 你们有没有在家里有花园 或者是中过一些草地 比如说你的草地是一片青绿的草地 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完美的 就好像人被比生出来的时候 我们身体状况都是属于 比较最顶峰的配搭或是情况的 也很少有毒素 所以我们身体就有一个最好的状况 但是透过一些食物摄取 我们的这些新陈代谢 这些毒素的累积 我们身体的一些功能 虽然我们感觉不到它已经是失调 但是它其实已经有一些状况出现 你可以想象吗 经过20年 30年 甚至50年 60年 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功能已经退化 在身体有很多的毛病 但这些毛病它不跟你说 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个平安的机制 它为了让你可以每天继续的生活 它不会让你感觉到痛 但这个功能失调或者是身体上的病痛疾病 已经是慢慢的存在 那一般上我们人 他从健康变成不健康 有几个不同的阶段 比如说人像baby一生出来就很健康的情况 他是非常完美的 然后当我们睡眠不足 或者是我们前几个直播有讲到身心灵不平衡 心理上有一些愤怒压抑 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不完整 所以就累积了很多的毒素在里面 我们的身体 那么这个毒素会导致我们身体 做出一些免疫力治愈力的反应 一开始可能你会有急性发炎 然后会有红肿 但红肿过后 当你又没有去管它 那身体就会变成一种慢性发炎 很多的这种 比如说胃病 这场胃病都是从急性胃病 变成慢性胃病 慢慢的延续成胃癌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都不去处理这些身体的状况 没有在很开始的时候就去处理它 所以它就慢慢变成一个非常长期的慢性病 所以人的疾病是这样子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产生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身体再调回健康 是不是需要一个比较慢的一个时间段 然后再经过一些发炎跟消炎的这个这样子的程序 这个发炎跟消炎是启动治愈能力的一个开始 所以我们才可以变回健康 身体的这个治愈能力 就是我们的免疫能力 是透过发炎消炎然后再去修复 再生产多的新的细胞 这样子才可以调理我们的身体 所以这个叫做调理反应 所以你们不需要去害怕 为什么你的身体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 就打一个比方 刚才说到这个花园 这个我们的草地 时间久了它可能会长一些杂草 然后这些杂草当我们扒出来的时候 这个杂草可能能扒出这个不好的草出来 你的身体可能会有一些痛苦 然后扒了这个杂草出来 身体会有很多的空洞 这个草地里面有很多的空洞 所以你需要去施肥 去添加更加多的营养 去让这个身体的细胞去再增长出去 所以大家要去了解一下 在自然的身体痊愈过程 我们是会经过这样的一个调理反应的 美国有一个自然疗法之父 我们也叫做顺势疗法之父 它的名字叫做康斯坦丁克林博士 Dr. Konstantin Herring 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定论 就是这个痊愈的定论 所谓的痊愈就是从内而外产生 然后通常这些反应都是从上而下 这样子的顺势去调理的 然后从主要的器官 你身体最重要的器官 比如说头 心脏、血管 从最重要需要调理的器官 到次要调理的器官 然后症状是从最新你得到的疾病 再去调理之前的旧患 这样子的顺序去进行 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些过程或是阶段 一般上我们讲这个调理反应 有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营养补充期 它的这个顺序可能没有分前后 一般上有这四种的阶段 它需要补充营养才来让它的细胞激活 当这个细胞激活了之后呢 它有能力把多余的不好的物质 我们称为毒素 先排出体外 就好像我们每一年有在家里大烧烛 我们要把家里翻新要装修 你要先把不好的家具丢掉 所以我们身体通常会把很多的这种不良的物质 透过不同的方法去排毒的 尤其是透过我们的气孔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 眼睛会有眼神 鼻子会有鼻涕 而且鼻涕可能可以维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咳嗽有痰甚至是咳超过一个月的 这些吐痰的方式都有的 因为我们的肺 它的这个面积非常大 它里面呢 藏了非常多的尘埃 或者是微小的细菌 我们吸呼了这么多的这个长的时间 这些都累积在我们的肺粘膜上面 所以它需要长时间去跟它排出来 这个是有痰的话 是一个天然的排痰 排肺粘膜累积物质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呢 可能有些人会发烧 为什么会发烧 因为发烧就是提高我们身体的温度 当我们身体的温度提高一度 摄氏一度 我们的整个血液循环都会增加六倍 我们的这个免疫能力呢 也会增加六倍 所以它在排毒的过程会比较好 然后它在输送我们的血液营养方面的这个效率会比较好 然后我们身体的这个发烧程度 不过可以接受的程度 我们会帮助这个白血球去到全身 去做侦查 然后去杀灭残留的毒 毒素病毒或者是癌细胞等等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残留的一些不好的物质 我们需要就是有这个更好的气血循环 去让不好的物质尽量的去杀灭掉 然后呢 我们身体会进入一个细胞再生期 比如说你会觉得为什么你的想睡 你们有看过baby吗 baby一生出来就是吃 不是吃就是睡 然后它长得特别的快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很累 为什么吃了这个营养之后 你会很累 就是说你在帮助身体在休息的过程呢 去增加更多的细胞 尤其是我们血球 跟我们的免疫细胞 再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皮肤细胞 跟肝脏 我们的肝脏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器官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组织 所以它需要去排毒调节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在休息的状况 它才可以完整的进行的 再接下来是我们的大脑 是需要在生成睡眠的情况之下呢 它才可以做连接 大脑有非常多的功能 我们神经线如果连接的好 我们整个人在控制压力情绪 或是你的身心灵方面呢 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所以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呢 不管是你有吃营养 或者是你有去做一些身心灵的 这种排毒营呢 或者是你的身心灵的调整过程 都会有出现的一些调理状况 好 再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比较深入的 刚才讲了四个阶段 这个部分前后 总结来讲呢 很多人他一开始的时候 有疼痛的调理反应 都是因为呢 我们的这个神经恢复了 当我们神经恢复了之后 他就会懂 哪一个部位出现问题 他就会肯定说 这个部位需要你去注意 可能你需要休息 然后他才进行深度的排毒 再接下来呢 你会可能会有生一些水泡啊 或者是浓疮啊 这种都是自然排毒 深度排毒的现象 然后再接下来呢 血液循环会比较好 可能会凭尿 可能会排便比较多 再来呢 就是细胞再生 你的这个头发会脱落 然后才来生长性的这个发囊 然后还有功能方面呢 会有不同的这个平衡状态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 其实总结来讲 我们的身体调理反应呢 都是为了达到这五种的目的 就是轻补调平坚 但有一些非常严重的情况 比如说他已经生农了 他需要医生的这些处理啊 把这些农处理掉 你还是需要可以去看医生 帮你暂时的帮你舒缓一下这个急性的状况 然后再持续的使用你的这个营养 慢慢的去调理你的这个身体 也就好像你在种一棵果树一样 所以你要非常了解你的这个果树 然后你要就是 营养是吃一辈子的啦 吃药就是吃一阵子的 我时常是这样子这样 虽然我们不是排除药 有些药是不能够尝其吃的 当然有时候我们急性的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去寻找医生的帮助 把这个急性的状况稳定下来 然后持续的去使用你的营养 让你身体呢得到更好的这个滋养 那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调理反应跟副作用 或者是食物中毒有什么不一样 你有试过吗 食物中毒啊 没有耶 没有啊 我就跟你分辨一下 哈哈哈 有很多人他不懂怎么分啊 有些人他们就吃了一些营养不足品的时候 他卸肚子 有试过吗 有就是我一直以为是可能我太热气了 我一直以为因为我这气就会卸肚子 你是这样子的 我是这样的体质 因为体质太热 就说我狼狼 要不然就是卸肚子 就是吃体样症状 在我身上啊 在我身上是会这样子的 所以我不只知道是调理的反应 我一直以为是方便的 它可以这样子来分辨 如果你卸的那个 分辨呢是比较深色黑黑的 然后它会挺停止的 那个是调理反应 因为它帮你排速辨 或者是你的肝脏 你的肝脏有胆汁 胆汁会透过分辨 分泌出重金属啊 就是这个分辨是黑黑色的 中金属通常是黑黑 然后发亮的一种 这样因为我插解到是属于 黑色的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不晓得 这个会分辨嘛 但是如果是食物中毒啊 就是我们腹泻 它通常是比较黄色 然后都是泻水的 水状的 超过十次 越泻你就整个人软下来了 没有力 好短反应条理反应是你 泻了之后 你会很轻松的整个人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差别 然后有些人是说 你吃了 我越吃越严重 是不是那个东西叫副作用 或者是它敏感 怎么样分辨 有些人是真的有时候 会对一些植物啊 或者是食物啊 它的成分暂时敏感 敏感是什么 敏感是因为我们的肠黏膜破洞 这些大分子进到你的血管里面 它会产生一些发炎反应 因为你的身体 不认识这些大分子 所以透过你的这个 破了的黏膜 我们讲肠肉症 肠肉症 所以有敏感反应的 可能你对这些营养产品 你暂时有敏感反应的 你更加要注重去调你的肠胃 尤其是不要吃辛辣的食物啊 ok 然后你的这个 油炸的食物要减少 我们的这个肠黏膜 就好像一个毛巾啊 嗯 如果我们时常吃油炸的东西 它这个 我们的小肠龙毛就会破裂 然后吃辛辣 它也是会肿胀 会发炎 吸收你的营养品的时候 它就会不完善 所以就要吃很清淡 对 所以在吃一些营养产品的时候 我们的饮食也是要去调整一下 嗯 嗯 不是 怪罪说 这个营养产品知道我啊 就是有不好的敏感反应啊 哦 这个羊那里啊 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不平衡 才会出现的一些状况来的 嗯 好